7月19日 因為我昨天真的很累 為甚麼呢 我又要看劇夜晚 要看幾套劇 每一套都有六七個季節 其實應該是一套一套 但有些劇太沉重 我煮了四五集 我就要看一些輕鬆的劇 誰知道輕鬆之後 又有些沉重 為甚麼呢 現在Netflix 始終是世界性 而且可能我自己看那些 他有個人口味的資料 推介那些都是那類型 尤其是我真的想很輕鬆 看大叔的愛之類 其實我可以自己找的 我看上去都是一些 訊息的劇 那些都不是訊息的 其實拍得很明 大家知道我在看《葛咸城》很多年了 我想都還在做 不知道有沒有還在拍 還在拍完了嗎 好像是想再去 OK 其實又算是結束了 但可以再去那些 葛咸城基本上 其實在《施心溫》的第一集 我已經覺得那個基本上是香港 葛咸城 大家應該很清楚 就是《蝙蝠俠》的故事 其實我們去年的Joker 剛剛在抗爭運動的時候 黑暴吊了一些黑暴吊了一些黑暴吊了一些黑暴吊了 你也不要靠底搞政香港 搞得亂七大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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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些時候 其實是可以很相似的 谢谢